欢迎回到VOA卫视 星期一 也就是7月8号 在华盛顿举办了美中战略对话框架下的 第一次网络安全工作组会议 这是首次由文职官员和军方官员 同时参加的网络安全对话 美方由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英特 和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罗森巴赫来率领主谈 好 对 我们知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网络角力 已经进行了多年 许多的美国政府机关 以及私人企业都曾经遭到中国黑客入侵 而最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合同雇员斯诺登 在卸命案当中也指出 美国曾经入侵过中国以及香港的网络 而中国则对此要求美方提出个说法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在中国官员启程来华盛顿之前 也对此事件有所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 介绍了中方代表团 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和国务委员杨洁篪 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 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 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最受关注的是斯诺登事件之后 美中在网络安全和黑客攻击 等问题上的交锋 美方要求中国停止 对美国进行的黑客攻击 而北京则希望美方停止 对中方不负责任的指责 今年4月克里在访华时 美中同意建立网络安全工作组 郑泽光表示 网络安全工作组会议 将在这次对话的框架下 首次举行 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 双方将会在第三轮战略安全对话的框架下 来举行这第一次的网络工作组会议 这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中国军方也将派代表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将和美国国防部相关官员举行会谈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王广忠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勒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 洛克里尔 也都将参加战略安全对话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看来斯诺德案让原本就已经很扑朔 迷你的美中的网络较劲变得更加复杂了 而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台湾 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助理教授 现在是华盛顿伍德罗 威尔逊中心的访问学者 卢叶忠教授来我们做分析 卢教授您好 欢迎你卢教授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进行所谓的网络的间谍战 实际上已经由来已久 早在斯诺德案件曝光以前 美国就举行好几次专门的研讨会 来了解和介绍中国对美国进行 所谓网络入侵或者攻击的这种情况 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子 确实如主持人所提到的 在这个议题 其实在美国已经发酵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事实上可以说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 美国就不断地有透过不同的管道 包括举行会议的方式 来把这个议题把它提出来 那希望能够提上美中之间在互动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议程 那不过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想可能是这几年的情势的变化 那使得美国方面认为这个议题 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处理的一个境地 所以在最近包括斯诺德案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其实美国方面在今年年初 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本人也多次提到 这个议题是美中之间必须要处理的一个议题 是 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彭博社一篇报道 也是讲到说 这个其实美国早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情报 那之所以一直没有正面提出来 是因为说不想跟中国关系 马上就是撕破脸这样子 但是斯诺德的出现好像就打乱了一池春水 变得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要来处理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 自己是这个 也是网络黑客的一个受害者 那我们知道说 这次斯诺德案之后 中国官员就开始突出来说 这个斯诺德代表的是说 美国也有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中国也可以做 那么美国总统欧巴马就是坚持来说 其实很多国家都会采取这样的情报活动 但是像中国还同时也窃取了商业机密 而且取得这个经济先机呢 这样子的做法是显著了不同的 那我们有看到说 前美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主管谱道维呢 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 李宝的专访的时候 也曾经点出美中之间 对于网络安全所关注的焦点不同 我们在请卢教授分析之前 先来看一下这段访问 我的观点是 这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 对于斯诺德事件的态度是高兴的 因为斯诺德的出现 大大削弱了美国政府与中国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谈判筹码 特别是一些针对美国监视中国军队 和外交部门的指控 而当前美国政府的挑战是 如何将这些对美国不利的指控抛开 把问题的焦点重新集中在中国 对美国企业所实施的网络攻击行为上 我们刚看到是前美国国务院官员 普道维所说的一个说法 我想请问卢教授 普道维这样说是不是有道理呢 然后导致斯诺德这个现象 之后又会对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状况 美中对话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主持人 我想基本上我非常认同 普道维教授刚才所提的这几个论点 那其中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对美国来说 影响最大的目前现阶段看来 就是在商业利益的这个部分 那商业利益的这个部分 因为基本上对美国这样子一个 资本主义社会 它有它一定运行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各个厂商 在不管是他自己本身在做R&D 就是研发的部分来说 他都有相当的商业机密的部分 是需要保存的 那这个部分 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方面的指控 就是说因为你窃取了 这一部分商业机密 使得中国大陆本身的厂商 在商业市场上面就占有了先机 那这个部分对美国的利益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损伤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也值得注意的就是 包括了史诺登案发生之后 那美国这一次呢 把这个工作小组 有提升到讨论到 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部分 那尤其是美国这一方面呢 派出了国务院跟国防部 都各自有代表参加 我觉得后续值得观察的部分 就是除了商业利益之外 美国如何把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 跟商业利益结合 来跟中国大陆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我觉得这是值得注意的 是 胡教授 刚才我们谈到在斯诺登这个案件 发生以前呢 美国举行了好几次的听证会 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 麦德洋公司也发表 专门发表了报告 就指称中国对美国 特别是对美国的商业机密 和这个工业方面的机密 科技机密 进行大规模的窃取的行动 中国方面只是说 我们中国也是网络 这种骇客的受害者 但是这次斯诺登 跑到香港以后 他通过香港的南华早报 发表了一些 发表一些所谓的这个机密 就是美国也对中国的一些网络 和以及香港的网络进行攻击 那么斯诺登的他这些指控 对于中方在这次会谈当中的筹码 是不是有所增加 是的 我想主持人的分析 我个人非常的认同 我想基本上就是在这次 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 与经济对话上面 以形势来说 中方似乎是取得了先机 包括呢 前几天如果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 所提到的 他说希望这次能有实质的成果 另外一方面呢 也提到了就是 在这个议题上面 美国应该也要自己先反攻自行 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想基本上来说 斯诺登案 他基本上是把这个议题 从90年代开始 就一直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双方冲突的一个焦点 那斯诺登案是把这个隐性给缩短了 使得双方不得不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 就必须要直接来处理 来商谈这个议题 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到说 其实斯诺登案爆出来的 大家有点焦点就混淆掉了 因为斯诺登讲说 你也黑我我也黑你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说 他们分析 您也分析就说 其实是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建立行为 是一直都长久以来存在的 但是你以政府的力量 去黑掉我们民间的企业机构 或是拿掉我的学术研究成就 或是我的商业机密 这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好像现在焦点被模糊了 你觉得在这一次的对话里面 有办法把这个焦点厘清吗 我想基本上 这会是双方主谈的内容之一 那我想对美国来说 这一次双方都有提到 就是是不是能够建立 所谓的网络行为的 一些相关的准则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 双方在现阶段 还可能是处于一种 各自表述的状态 也就是双方可能会先提出来 就是说我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有哪些主张哪些立场 那由于这次是双方 第一次针对这个问题 来进行工作小组的会议 那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 双方的立场 可能会比较阵风相对 比较没有交集 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这样子呢 也是开启了双方 后续继续对话的一个先机 怎么说呢 陈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政府跟政府 还有政府跟民间 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那对美国来说 其实如果要回应中国大陆 对于这个所谓政府跟民间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指控 其实美国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还包括了就是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言论自由除了刚才 美国国内的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以外呢 另外他们更关切的可能是 网络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 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保障 民众的言论自由 也就是透过所谓社会媒体 这样子的一些互动的方式 是不是中国大陆不再就此继续封锁 对谈到这个言论自由 刚才我们美式民主也谈到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是美国民主的基本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新闻自由的话 那么美式民主就不可能存在 但是这次斯诺登的他事件 美国讨论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 斯诺登他有没有这种 所谓吹笛者或者是曝光者 这种自由 如果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 由于政府的一些不符合法律的一些做法 不合宪法的做法 而使美国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受到威胁的话 他有没有这种权利来去揭发他 那么中国大陆正好借助这个机会说 你看美国你总说你有言论自由 现在你给这个斯诺登 一点新闻自由都没有 一点言论自由没有 当然后来中国的宣传部门又下了命令 说我们不主动去报 不主动去采访 然后如果要有什么消息化 由新华社统一来发布 就是说他自己心里也是心虚 我本身就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我怎么去评论别人的自由 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在网络自由当中 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 是我想基本上 就是因为现在网络的普及化 所以使得一般民众都有这个 access to information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怎么使用 那就必须要有法律 来做相关的规范 那我想这也是比较符合 美国的立国精神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会比较关切的就是 如果美国进一步的要求 你的access to information 要尽量公开给你自己的民众 获得信息的那种权利是 这个部分可能就对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等于一个新的挑战 其实美国一直也在以身作则 例如说它也让这个什么 央视让各个中国的媒体 进到美国各个地方 各个角落 它可以自由的传播 它记者可以自由的来 但是反观是美国的许多媒体 包括美国之音等等 是连台湾的许多媒体 在中国大陆 他们的网站都被封锁了 记者也没办法过去采访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 美国的以身作则 你觉得能够带来这个 一个率先的效应吗 就是中国大陆 对它来讲 美国这个道德制高点 是不是还是存在着 然后它能够做一个 这个以身先士卒的一个效果吗 是的 我想我非常认同主持人的 这个后面这段谈话 我想基本上来说 就这个网络使用 跟民众之间的关联来说 美国的道德制高点 还是存在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目前美国在很多评论 或是学者也认为 就是美国在这个 施诺登事件爆发之后 它道德制高点已经消失 这个部分我想是 它其实是属于 国家跟国家之间 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层次 那对于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想美国这个部分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刚才您谈到中国驻美大使 他就表示希望这次 有关网络安全的对话 能够达到一些实质性的效果 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国院的发言人莎奇 他星期一就说 希望会议能使双方分享在国际法 和网络准则方面的看法 是 是分享大家的看法 是 提出需要关注的问题 是 制定未来合作的程序 为未来进行建设性 合作性的双边对话 定下基调 是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关于网络安全呢 还没有任何相关的国际法 是 即使是网络的这个规则 也不存在 而美中如果要是能够通过这次会议 达到一些共识的话 会对国际监制这种努力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是 那么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吗 是 我想基本上可能分几个层次来说 就美中之间呢 目前过去尤其2009年之后的 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 它已经是美中之间互动 制度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我想这个制度化它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美中之间 国与国之间 政府跟政府之间是一个层次 那政府跟各自国内的政府机构之间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对话之后呢 可能可以一个检视的点 就是美国这边 它包括国务院 它已经有相应的处理相关事务的官员 或是机构的设立 那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可能还是没有 所以这次对话之后 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 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上面 它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 不管是特殊的工作小组也好 或是由特殊的 既有的一些政府官员来领头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也好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一点 那至于形成一个共同的国际规范 我想这个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这次的对话 如果能够有相关的成果 不管它是宣言的发表也好 或是各自的一些共识的表述也好 我想都会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说听起来 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慢慢的还有很多不同的会议 要继续对话下去 好 谢谢这个卢叶忠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 上我们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 感谢您